She likes fashio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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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小姐想的美 讓妳見的美 今天在節目的一開始呢 我們就要 讓我們呼道一聲晚安 睡覺了 睡覺了 怎麼搞的 我們今天兩個怎麼會這樣子見人呢 好害羞喔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個人啊 不過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我覺得每次樹影都這樣穿睡衣 真的非常好 可以嗎 製作人 今天非常的放鬆 我們穿了睡衣 來跟大家一起約會 記得每週三晚間十點鐘 收看小姐想的美 每週跟我們約會一次 包準妳一定變得更美麗 我們有教過如何 約會要美嘛 上班要美 空情的時候也要美 可是今天可以分享 睡覺的時候 一面睡覺 也可以一面保養 因為我個人覺得很多人 都會忽視保養這個過程 但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很清楚 也很知道 但是我個人覺得睡前保養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就是最放鬆 然後洗最乾淨的一次 而且每個人每天 至少睡覺 有些人睡可能五六個小時 有些人睡七八九個小時 你看洗洗也佔了我們一天 當中三分之一的時間 一定要把握時間 這三分之一即便是在睡覺 也要做到保養的工作 首先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歡迎丫頭 大家好 男生很注意喔 一定要看這集 因為這集分享 睡衣可以讓你更了解女生 我聽到講話 我都輸掉了 不曉得怎麼接話 我都睡不著了 再來我們歡迎糖果 大家好 我是思雅 穿對睡衣就可以讓妳 滿滿的女性荷爾蒙喔 等我來好好的分享 再來今天她的睡衣 可以是堪稱我們今天當中最獨特的 歡迎丫頭老師 哈囉 大家好 對啊 因為人生其實有勇氣過 就是人生如果是佔十分的時間的話 對 睡眠大概佔了2點6到2點75的時間 所以你有2點多趴都在睡覺 所以睡覺很重要 可是珊瑪老師我們大家今天 你看都馬穿睡衣 有這個青春派的可愛睡衣 有性感的 然後有阿公阿嬤 請問您的睡衣 這樣也太正式了吧 因為我穿了一個比較暖色系的這種 偏那種比較溫暖的顏色 因為其實我睡覺比較特別 我比較喜歡脫光 對 很漂亮 很漂亮 趕快想像 然後珊瑪老師一絲不放在床上 然後床帶這樣滾過來 然後我們可以接受你穿內褲講解吧 那你先示範 所以其實你是不是平常有裸睡的習慣 對 我會裸睡的習慣 難怪今天叫你穿睡衣 穿得這樣震驚巴白來 其實像斯亞跟子晴都穿這種感覺 就是毛毛的啊 然後其實這種 其實會很舒服 因為是很溫暖的感覺 對 像我自己就比較偏好 像千榮姐這種 有帶一點絲質的感覺 因為我不喜歡有摩擦的感覺 所以那種絲質 包括我的床單 可能盡量都會買絲質 就是這樣我們坐在床上 就滾下去了 就這麼滑 好高級喔 聽起來 不過我們來看看 今天丫頭跟糖果的睡衣 這其實很不像睡衣 很像那種休閒的家居服 對 然後因為其實像我本來 在家睡覺或是只穿裡面這個 因為只想看 主要是因為其實像很多女生 睡覺的時候都很會外闊 所以我都會穿美衣 那要真的胸部很大的人 才會有那樣子的煩惱 因為我是後備很多肉 所以它這可以包住我的胸部 所以我胸部就後來有大一個卡 對 所以我就是睡覺都會穿 只是因為不方便給大家看 所以還是外面再穿了一點 方便又讓我脫了喔 所以其實裡面是特別強調 比較有一個脫胸功能的這個美胸衣 它這個褲子也很可愛耶 很可愛 毛龍龍的 然後看起來很像燈籠褲 這個 這裡面會再穿內褲嗎 會啊 當然會 這個要 要穿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已經 因為我已經有穿內褲 我已經有穿內褲 對 不然會 不然會試試的 對啊 這樣會不會 可是我的這個絲段 這種不會 對 這種就可以不用穿內褲 這種睡衣很時尚 因為在上海都會直接穿這樣出門 我個人是 而且我告訴你 越有錢的 就越要穿睡衣走在街上 上證他的身分 他不需要工作 所以他就穿睡衣 我個人是很喜歡陳昊的睡衣 因為我覺得陳昊的睡衣 真的很有氣質 你很棒 然後要給人看 不用啊 就是這樣吃 我就有大家在看啊 對啊 對啊 再來看看糖果的睡衣 因為其實我本身在家 我也是只穿一件背心就會睡覺 但是因為現在最近天氣比較冷 那冬天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這種就是毛利蓉材質的 就是厚厚暖暖的 然後起床的時候也不會著涼 就直接暖暖的 對 毛利蓉也有出很多床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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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買著 然後就是冬天的時候穿 嗯 很暖 其實現在大家對睡衣真的很講究 因為以前睡衣可能都是屬於一個很私密的造型 對 不過現在的人可能因為有人需要這個直播 對 所以就要穿著睡衣直播 或者是呢 即便是在睡之前也要拍個自拍照 跟大家說 早上起來也要來個睡醒 跟大家說 所以其實當你在睡覺的時候 也是要稍微調整一下 或者睡衣呢 選個體面的睡衣 穿起來舒適的睡衣 包括你的保養品 剛剛Sam老師有說了 我們也要分秒必真 睡覺的時候也要保養 其實我覺得大家睡前保養 應該是希望讓自己的肌膚越來越好 不過其實亞洲人因為膚色是偏黃的 所以有很多人可能長期的熬夜啊等等 其實你發現夜晚睡眠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 睡眠時間沒有那麼長 所以肌膚可能就越來越暗沉 所以呢 對於亞洲人的肌膚來講 應該是很多人 不管男生跟女生都一樣 都喜歡皮膚是比較亮的 甚至有一些痘疤啊 一些斑點 都想把它消除嘛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有帶來一個 你在睡前呢 可以做得很棒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施蘭朵的 維晶亮白吸粉 它是一個粉末 對 那這個粉末滿特別的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是什麼 它是這樣子 然後它打開來的時候呢 它會這邊有一個 它前面的這一個鴨頭 然後這邊旁邊是這一個 不是你的鴨頭 鴨頭 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把它裝起來 它裝起來之後呢 這個施蘭朵的維晶亮白吸粉 它很特別 它是一個特別的技型 對 待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呢 我們這樣稍微倒出來 你會發現它一下就倒出來 它這是乳液還是粉狀啊 它是粉 好特別喔 它是粉 你看喔 其實你不需要壓人 只要放著 它自己就會 好酷喔 這個要小心使用 要不然晚上遇到靈檢的話 很容易隔天就像新聞這樣 這樣對不對 你把它倒出來 然後很多人會說 好適喔 很多人會說老師這個要怎麼用 比如說我先教它要怎麼用 你先這樣倒出來之後對不對 對 你可以直接把它倒在你的手指頭上面 然後呢 直接放著壓在你局部 比如說有斑 痘疤 或者是你覺得哪個地方比較暗沈 它都可以全部使用 所以呢它可以幫助你 第一個功能是什麼 一白遮三醜的功能 讓你的膚色更均勻更亮白 然後呢你在用的時候 你看我這樣倒出來 當然量不用這麼多 因為我只給你大概看一下狀況 然後每一次的用量 只要一顆紅豆的大小就好 一顆紅豆大概是0.1克左右 你壓上去之後呢 你不要用抹的 你在臉上輕輕的這樣按壓 你有沒有發現我按壓的過程呢 這個亮白的C粉呢 它就開始轉換了喔 開始有水 對啊我剛剛想說 奇怪我怎麼要變濕濕的 你看到它壓完之後 你會發現它變水了 真的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是嗎 有沒有發現它化成水了 對 因為它裡面有個圍巾的 這個球的技術 這個圍巾球體的技術呢 它把裡面的 維生素C的活性 放在這個球體裡面 所以我一壓的時候呢 這個維生素的這個球體呢 這個金球體就會瞬間透過你的肌膚 你輕壓之後 就開了 就盪開了 打開之後呢 就好像化成水的感覺 而且你們聞 是什麼味道 有一點 檸檬香嗎 像不像我們吃那個維他命C 那個C定 對 因為它的C粉的成分 非常的高濃度 然後因為其實在台灣的 胃鼠之號 它有一個合可的單位 如果說你是那種 比較針對肌膚亮白的功能 它的最高濃度到3% 對 除了到3%之外呢 它裡面全部的 高濃度的維生素C 維他命C 高達9.5% 對 然後它特別還增加了一個 叫做白吉根的萃取 這個白吉根是一個 植物的萃取對不對 它裡面加了5%的 滿分的5% 為什麼 因為 剛剛有提到 針對岸塵啊 豆疤等等一些狀況 尤其是 很多人對於斑點 特別的困擾 對 所以這個白吉根 最重要的 最主要就是幫助你 把這個斑點拿掉 對 然後針對一些可能局部 紋路的地方也可以做 所以 它不是只有針對斑點或 膚色暗塵 譬如說 老師我這個地方 法令紋好深喔 你也可以嗎 把它壓在法令紋 也可以 因為C本來就有 因為大家知道 肌膚的裡面最根本就是 所謂的細胞嘛 細胞裡面是有細胞核 那細胞核它要去修復 或去再生的時候 它需要營養來源 我覺得有耶 就是這邊的紋路變淺 對 兩邊比起來了 所以維生素C 本身就是你在做 細胞修復的一個 營養來源質 你倒這麼多 對啊 我剛剛想說 拍拍或變成水 對啊 就是那種水 真的有 那我覺得像有些人 例如說 有可能有斑斑點點的話 那真的用起來 真的應該會有 所以它其實倒出來的時候 是粉質 是粉質 可是要用按壓的方式 把它裡面的水分 釋放出來 它就會變濕濕的感覺 是 把這個球體把它按開來之後 它就瞬間 應該講說 它就直接吸收下去 然後你看我剛剛這邊有按完 對 我現在在看我這個手這一塊 它就完全不見了 好漂亮 一點東西都沒有 對 因為像我之前有去泰國 買過類似 類似這樣的細粉 因為其實這種東西 市面上有滿多 有 但是我買的時候 其實我有發現到 它排的會比較 那種色色的 有 它排的也是 也是從粉變成水嗎 對 它排就是會有這種問題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對 所以我今天有把這個 泰國很有名的水分 我也把它帶 好 我有帶來在這邊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大家會想要做比較 這個 再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個牌子 對嗎 我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這個蓋子很好認 好 大家如果有知道這個 對 就這樣子好 好 然後打開來了 它這個 它排是一根小孔洞 對 我覺得可能一般到化妝水前面 那個小孔洞 對 然後你在用的時候 來 我試在森林的手上 它也是一個細粉 你看它一樣也是粉末 對 然後我給大家都試一下 好啊 倒出來是一樣的感覺 對 其實都是粉末 這樣還知道擦在哪 對 這個推不太開 然後你把它推開 要按壓還是要推開 都一樣的步驟 按壓完再推 對 這比較適合哪 媽媽的那種灑在那裡 那是用廢紙燈 好廢紙燈 這色色的 我有發現到它不會出水 對 當然這個牌子 有它自己的獨特的 產品的一些功效 應該要這麼說 那因為瑟蘭朵的 這個亮白的Steven呢 本身它裡面 透過一個特別的 研發的科技的技術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圍巾的這個 它裡面的一個球體的技術 所以它才能把這些成分 封在裡面 那其他牌的Steven呢 我們現在不要講功能怎麼比 就是比它的舒適度就好 你會發現它擦上去 它感覺不太容易 好像完全吸收那種感覺 而且泰國的這個好黏喔 對 會比較黏 那我現在試在身體的手上 好 這個 你是剛剛泰國試這隻手 泰國我剛好 你試這隻手 沒有 我要試泰國的那隻手 它是用泰國的 好 一樣的亮 這是泰國的 對 好 然後我們稍微把它對開來 好像蜜粉 你看 因為為什麼它還會這麼白 表示它的吸收能力沒有到 那麼的完全 沒有滲透 對 還在皮膚表面 然後這一隻手是剛剛這個 斯安朵的這個 微晶亮白的C粉 你看輕輕壓 壓的過程它已經開始由 你看水分跑出來 真的 它就完全的滲透到裡面去 好濕熱的感覺 對 就是 吸收了 所以你看這一塊還是白白的 對 只要一比就比得出來 第一個它的吸收能力 對 所以外面其實市面上也有很多C粉 不過你要看它的萃取的一個方式 好 那我這邊剛剛包身體的這一隻手 是擦泰國的C粉 對 就這樣它排 然後這就是施蘭朵的這個 微晶亮白C粉 然後要怎麼測呢 不是把這個保麗龍球直接滾上去 是我把它壓上去 對 它有這樣做了 黏住了 然後這邊一樣我也是把它壓上去 這個看 它根本是黏都黏不住 真的 你看 很乾爽 對 當然不是說它排的C粉很黏 並不是 它還是有一點微黏感 所以你把它沾上去 它還是會沾得住 對 然後施蘭朵這個 就是你怎麼沾 它就是不可能會黏 沾黏在上面 對 你吸收很好 你看我有壓 你看 它就黏不住 有沒有發現 真的 所以就是比它的這個吸收度的效 不過當然這樣子來講 大家會想說 那這樣子的功能 是不是針對這個 我剛講到它的最高濃度 含到3% 然後就是9.5%的維他命 維生素C的含量 一直想要聞它那個維他命 是可以這樣聞 因為我剛剛在聞 然後在測試那個質地 然後這邊就會讓我覺得 稀 稀稀的感覺 有一點點 對 黏黏的 那我這邊有準備兩杯水 兩杯都是清水 然後我這邊呢 有準備點酒 那我們把點酒滴上來 你在測驗什麼 測驗一樣都是兩滴 測驗它的亮白的程度 對 那是點酒 我們就把點酒比喻成是 所謂的黑色素好了 兩杯都一樣 然後這個就是 有加斯蘭果的C粉 對 維金亮白的C粉 我把它滴進來 然後這邊用檸檬 純檸檬汁 這是純檸檬汁 好 一樣都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然後我這邊開始攪拌 你有沒有看看它瞬間 馬上就變淡了 點酒的顏色就變淡了 有沒有發現 然後這邊是檸檬的 加檸檬你看 它雖然有感覺有淡一點點 不過還是沒有到顏色不見 對 所以你看 它加了這個 攝蘭果的C粉裡面 它就開始整個顏色就 所以它本身是可以吃 吃黑色素這樣 對 它就是好像 把點黑色素的這些東西 把它咬掉 我要放來好厲害 老師 那我想問 那這樣子的產品 它那個保養的順序 不知道怎麼去看 反正我們的順序第一個就是 你當然洗完你卸完妝了 對 就可以先擦化妝水 對 然後化妝水擦完之後呢 你可以擦你原本家裡的精華液 你原本有在擦保濕的 要擦什麼精華液 擦完之後 後面就可以直接接 適蘭果的微晶兩百C粉 擦在局部 對 那這樣擠是很方便的 所以它是最後一個步驟 最後一個步驟 那你擦 那有些人會說 老師那我覺得這樣子有一點的 就是有點麻煩 你也可以在你的精華液裡面 調入它這個適量的水 對 或者是你在你的面霜 裡面也可以調適它那個C粉 對 那這個是像保濕的精華液 像玻尿酸這種大家都常接 對 你也可以把它調進來 然後這個是精華液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C粉 把它倒上來 那這樣很方便 因為就是只要買保濕型的 機型的保養 這樣子之後對不對 在一起就可以變美白 然後你就可以輕輕的把它壓一壓 哇 它你看它透過保養品的混合之後 它也溶解得非常的快 超棒的 你看它幾乎完全溶解 所以你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法 把它加在你的這個保養品裡 那有些人他會說 老師我有在擦身體乳 我的膝蓋很黑啊什麼 你可以加一點在你的身體環 其實都是可以的 它就可以讓你做任何保養品的 百搭的食用 真的很好用的感覺 對 而且它一瓶這樣子 其實它每次用大概就是 一顆紅豆的大小 對 所以它這一瓶呢 基本上呢可以用滿久的 因為它這個一瓶的話 大概可以用到 三到四周左右 對 可以用滿久的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真的很不賴 如果你是屬於 比較油性肌膚的人 你可以在做所有的保養之後 再用這個C粉 就反而它其實有一點吸油的功效 對 又可以兼具美白 那如果是比較乾性膚質的話 我們就可以混合在保濕的精華液 或者是滋潤的碗霜裡面都可以 所以它其實並沒有一定要前面用 或後面用 可以依個人的習慣 個人的習慣 不過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剛剛是不是直接試C粉在手上 對 那建議就是說 你一定要在你的肌膚 有一點微濕的保養品上面 效果會更明顯 所以才會說你清潔完之後 先擦化妝水 化妝水之後呢 你再擦你的精華液 再擦C粉 那如果說你本身要調入的話 建議你就可以調在 精華液或乳霜的步驟 效果會更明顯 沒起來了 所以通常一般我們都認為說 要多補充維他命C 膚色才會明亮 可是有時候你不曉得 你吃的是不是到底是 上廁所上出去了 還是真的有補到 應該是肌膚的美白 所以現在的話 就可以直接用擦的 用擦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隔天更要注意防晒 因為有些東西是會比較 那樣感光性的 那因為它的獨特的科技 它是獨特的滲透在裡面 所以基本上 它不太會停止在你肌膚的表層 不過你不能因為這樣子 就是不擦防晒 建議你還是要做好防晒 這樣子效果就很好 那這個亮白SV粉 它是白天晚上 都是可以用的 好美喔 所以也可以當日間的保養 可以 不過建議就是一天用一次就好了 那大概你用下來 大概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左右 你可以 因為每個人皮膚狀況不一樣 對 然後黑色素狀況也不一樣 大概七到十四天左右 你就會 會有比較明顯的感受 出門前化妝很重要 要把臉畫美 但是睡覺前的保養最重要 因為今天晚上的保養做對了 明天一覺醒來 容光煥發 來 鴨頭還有糖果 聽說你們睡前 有很多厲害的小片布 對 就是其實每個步都要布 那之後我最重要是一定會擦 就是那個精華液 對 然後重點是擦精華液呢 我會另外再用那種 可以熱膚的面膜壓上去 讓毛孔張開 然後就會整個吸收到 所以我每次都會用那個面膜 去泡熱水啊 再塑上去 哇 就是一包一包那個面膜 泡在溫水裡面加熱 它是一包都洗掉的 它很厚 我在日本買 就那種很厚的整片面膜 去泡熱水 對 就加速讓毛孔吸收精華液的成分 那這樣夏天會不會太熱 夏天的話有多用冰的 因為那個也可以放冰水 讓它冷凍 或者是放冷藏箱裡面 就像我的話呢 我會使用的也是精華液 但是我是選擇有點偏油的 就油性的精華液 因為我覺得油性的 對保濕的功效是更加成的 就是它可以更加的鎖住 自己肌膚裡面的水分 所以我在晚上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擦一層 油性的那個精華液 然後 現在很流行那種輕質油 對 就是這種輕質油 然後擦完之後 再上一層 就是比較清爽的那個 保濕的那個霜 然後讓它去鎖住這個水分 又有油又有水好讚 那Sam老師要不要分享一下 聽說最近有一些睡前必擦的 也算是精華液 聽說厲害到不行 對 因為其實大家在睡前 會做這些動作 主要是要促進它保養品的吸收 所以保養品如果可以完全的 吸收到你肌膚裡面的話 你對於夜間十一點到凌晨兩點左右 這個黃金睡眠的這個修復時間 對肌膚是有幫助 不論是年輕人或比較熟齡的肌膚 不一定代表熟齡的肌膚吸收力都不好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年輕人也很愛熬夜 做事都不正常 所以肌膚的彈性能力也是下降 對 所以現在在網路有一個非常厲害的 它叫做前導飛彈水 前導飛彈水 就是這一個 然後這個品牌叫KC Win Win 它叫前導飛彈水 KC Win Win 前導飛彈水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飛彈的這個 補案對不對 它為什麼叫飛彈呢 就是它可以幫助你有前導的作用 所以我在我的化妝水使用完畢之後 我就可以先使用這個前導精華 它第一個它可以生成的保濕之外 它可以幫助你打開你肌膚的渠道 然後所以呢 像子晴猜猜說你的保養做得很好 我也是不太可能每一天都會去溫這個面膜 對不對 或是說 因為程序太複雜 對 因為程序太複雜 所以你可以前面就先擦這個前導飛彈水 那這個前導飛彈水我把它打開了 它還滿特別的喔 它長得好像那個人工淚液 所以老師你意思就是說 它就像有點算是 可以快速滲透到肌膚裡面那樣 所以前導它是表示說 要在所有的保養程序之前 對 但是要在化妝水之後 對 化妝水之後 就是擦所有擦的精華液和保養程序 的第一個步驟先擦 然後它是這樣打開 你會發現這就像一個飛彈的一個感覺 然後你把它轉開來 這個轉開來呢 因為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前導液好像都是在化妝水對不對 所以呢 你化妝水可以先潤整你的角質 角質軟化之後 我後面才擦保養程序 效果是不是更明顯 對 所以它打開之後 你就可以在化妝水之後 第一個步驟用 那如果有些人他說老師 我不想擦化妝水好麻煩 你也可以直接擦這一支 後面再擦保養程序也可以 然後這樣子把它擠出來之後 當然不是每一管 就一次要把它用過 就是一管 這一管可以用個兩三天 然後你這個蓋子不要丟掉 把它反蓋起來就好了 蓋起來就把它就密封起來 好聰明喔 就變成它的蓋子 然後這個前導飛彈水 滿特別的 就是你剛使用的時候 先把它取適量出來之後 第一個步驟呢 一定要先做到五秒導入 什麼叫五秒導入 就這樣輕輕按壓就好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秒導入完之後呢 我輕輕的把它擦模上去 這五秒是一個關鍵 它先幫你打開你肌部的渠道 打開之後呢 它讓你的這個 前導飛彈水裡面所有的成分 迅速的吸收 所以呢 你可以在保養前用 就是保養水之後 或者是你上妝之前 先導入 先輕拍導入 它就是可以創造這個 你在網路有一個說法 叫做嫩膜水肌 就好像你的肌膚很好 又好像模特兒的感覺 肌膚就變得很 水亮 水亮 對 然後你看 我這邊拍完 好亮喔 色就也變得比較亮對不對 然後可以防止你 它的水分的流失嘛 然後增加肌膚 會看我這樣子的水 那種透亮的光澤 那最主要它裡面的成分 第一個成分呢 它裡面有一個神經西安 那這個神經西安呢 就是所謂的賽洛門 就是分子品嘛 它幫你把肌膚的角質品 像你神經西安補足之後 我可以先把我肌膚的 然後預防我水分的流失 接下來呢 它就把裡面的玻尿酸 不同的分子 滲入到你的肌底裡面 所以它有小分子玻尿酸 又有大分子玻尿酸 小的往底層跑 大的在表面停留 幫助你把小的維護在裡面 然後裡面還有添加了 風黃醬的水解蛋白 所以你的肌膚會比較有彈性 那當然它有佐水磁石 重點是它的味道 它有一點點淡淡的香氣 不過它並不是完全的 因為它裡面有添加了一個 香橙果的萃取 為什麼要加香橙果 因為你會發現肌膚 它會停滯 沒辦法吸收 是不是肌膚可能有一點 耐性不良 對 或有一點已經 我走不動的感覺對不對 香橙果它是屬於一種柑橘類 所以柑橘類本來是可以 肌膚給予活力的 對 所以我後面再擦任何的保養品 它就可以很完整的 去把這些保養品 因為淺島淡淡淡水 把它吸收抓緊它 抓住 對 所以有些人他說老師我的肌膚 好像最近比較敏感 比較乾 或最近在換季 我也可以連續 用多一點點 像在敷臉一樣 回去敷個兩三天 也可以 對 然後平常就是正常使用 就好了 對 所以它其實可以跟我們 剛剛介紹那個C粉 可以做混搭對不對 可以 所以對啊 就把兩個混在一起 要不要來試試看 可以 其實他們兩個是可以當好朋友 對 所以你就是淺島淡淡水擦完 是不是就會有一點微微的保濕度 對 因為它不會黏 對 然後接下來再把C粉 包上來 好滑 可是兩個可以混在一起嗎 可以 你要不要混在一起 可以 也可以把它混在一起 這個神經西安是不是很滑 我最近看好多什麼滑 你都有它 對 因為其實神經西安 本身就是肌膚角質屏障 往下的那一層很重要的物質 那神經西安 本來幾乎就會自己去生成 我們自己會製造 本來自己就會有神經西安 神經西安有分很多型 一型 三型 七型 九型 有很多型 那這些不同的型態的神經西安 它會因為你的肌膚狀況 造成它完全不在生成 或者是說你可能 有些人它不當地清潔 或是有些人活動不清潔 所以我的神經西安 就一直被破壞 它就不能一直長 所以神經西安本來就是肌膚 表成一個很重要的角質 尖細的一個物質 所以它就有點像是 我們肌膚的保護成長嗎 對 對外的保護 對內的保護 對內就是給 我把這個水分留住嘛 不要因為細胞尖細這樣流掉 那神經西安大家可能在外面 可能就會聽到有些不同的說法 不是不同是它有另外的說法 有叫分子丁 也有叫塞魯美 對 這就是神經西安 都是同一樣的一個東西 那因為它細胞的角質間隙裡面 神經西安其實佔了肌膚角質細胞裡面 間隙的版本是50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說你今天的神經西安不夠正常 或是說已經破壞掉了 肌膚很多人會說 老師我明明都有擦很保濕的東西 很滋潤的 為什麼我皮膚還是有一點那麼乾 那我擦了粉底液 它說是強效保濕的 為什麼還是那麼乾 因為神經西安本來就被破壞了 所以你還不如要先補神經西安 讓你的神經西安 維持在一個健康的狀態 對 正下藥 那怎麼樣可以讓我們的神經西安 不要被過度的破壞 第一個你不要 第二個你要做適當的防護 因為陽光子彈性 會讓肌膚的所謂的肌理紋路 裡面的細胞 破壞掉 損傷了嘛 然後正常的睡眠 因為你沒有正常的睡眠 就沒有正常的修補 那你老了 你的皮膚就像一座工廠 我每天可能要 我原本二十歲 我安排了 我每天要生一百個玻璃 要生一百個神經西安 那你要去破壞它 有可能你到三十歲 我皮膚安排了 每天的一百個一百個 可能會變 每天只剩二十個二十個 那這些東西都不見了 我皮膚就老了嘛 就受傷了 就壞掉了 所以我們就要去補足神經西安 所以甜蠟膚安排 第一個 它的神經西安可以幫你補充 你這些已經 比較沒有的神經西安之外 它也可以去促進你 原本周圍的神經西安 會有一點蘇醒的感覺 會長回啦 對 那我恢復到我原本是 自體的保護能力 對 所以它就是會有那一種 類似安品的強效功能也可以 對 但是很需要 因為男生騎都很長 都還洗一點 不懂得保養 那等於這時候男生騎 真的就容易 所以這個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補充神經西安 所以它是一個前導精華液 對 前導精華液 最好是擦在乳液之前 對 然後早晚都可以使用 早晚都可以使用 但是呢重點重點就是 那五秒鐘 對 要解鎖 釋放 對 前拍五秒 讓你肌部達到水面 Q彈的好水潤感 那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嗎 像例如說 我們封面膜那類 你也可以在敷面膜之前 可以啊 輕拍這些東西 可以 因為敷面膜之前 其實我常跟很多人說 你建議你敷面膜的第一道程序 還是先做化妝水 為什麼 因為化妝水本來就軟化角質 對 那沒有擦拭就是二次清潔 甚至有些化妝水 它可以平衡PH值 因為你都是用水在洗臉 你不可能每次開一瓶 礦泉水洗臉也太浪費了 所以這些功能呢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前導飛彈水 你也可以化妝水完 前導飛彈水再敷面膜 也可以 或者是說洗完臉直接 前導飛彈水再敷面膜 也可以 好重要 不然是用它就對了 對 所以其實保養有個概念 就是以水抓水 對 如果我今天要敷一個很不錯的面膜 要把這面膜精華都吃進來的話 就要靠這個前導飛彈水 明白了 非常厲害的前導飛彈水 到底有多保濕呢 機器一測就知道 我知道 對 我們來測一下 然後呢 我來測身體的手 好 同一個部位 那我這邊呢 就擦一下這個前導飛彈水 這邊 然後記住了 剛剛有這樣 我擦一點點就好了 記住要這樣壓 兩分鐘 一二三四五 然後把它擦開 對 好 這樣就擦上去 然後呢 這邊就是保濕測試儀 第一個就是 挖了水分 油脂 然後第三個就是肌膚的平滑度 對 然後我們先來測 這一塊是沒有差的 對 好 這樣子 三十四 然後呢 它的這個保濕跟油脂 都是落在兩格 對 然後下面的這個 是給它一個 撇嘴 然後呢 嘴巴是往下的 對 就是可能沒有那麼完整的 那我們來測一下這個 這邊有擦了前導飛彈水 你看完全吸收了 完全沒有東西 往上來 哇 你看它數字是編倒的 然後變四十三 OK 然後三十四 而且好多的點點點 然後它的這個 下面幾乎都快滿格了 對 然後它的微笑是 笑臉的微笑 笑臉 你的人生變彩色了 所以你看在同一個部位 而且它是完全沒有東西的 沒有黏 而且也沒有因為它的手毛 有任何影響 對 好厲害喔 因為如果大家講到黏的話 其實我有帶 市面上也有其他的品牌 是做像這樣子的保濕衣 對啊 很怕這種會不會其實擦起來 真的很保濕 但是又有黏膩感 對 那我來拿一下這個是他牌的 又是他牌的 對 這個是他牌的也是這樣子 然後來試一下這邊 你可以擦一下他牌的感覺 它牌的話 你就會覺得它雖然是水水的 不過你要感受 也要五秒鐘嗎 不用不用 它牌就是你自己擦 推開就好了 它一推很澀 下了一點 就是水水的 對 當然就是說它可能就是 就基本的保濕的感覺 對 比較沒有那麼多 可能可以滲到肌膚底層的程度 沒有剛剛像那個飛彈 有潤澤感 對 如果你發現它牌 你推完之後你去摸 它是不是有一點黏感 好黏 有對不對 對 你看這個黏感 這個保濕泳球又用得到 其實你看我這邊 都放上去 馬上就對了 你看 真的耶 我剛剛很努力的把它推開 真的黏住耶 超黏的 它隨便的話我就黏住了 真的耶 你看 不OK 就不OK 超黏的 你看我這個手 它就黏住了 你看我那個完全顛倒 上下顛倒 完全黏住了 然後呢 森田你剛剛你的手這邊 是我擦進來放在水的 你看我把它放在這邊 其實你裡面裝的是澆水吧 你看 我也是有把它放上去 你看喔 對 完全不沾黏 一樣的動作你看 完全不黏 你看這個手上這個 就這麼黏 好黏了 等於說它的效果 可能會在你表面形成一個 你感覺是濕濕的 對 或其實它沒有真正的 幫你打開你肌膚的渠道 讓你製造深層的新手 所以老師今天介紹這個 淺島飛彈水呢 它不但是保濕度 絕對是滿分之外 它的質地是很潤澤 但是不會黏膩 所以即便你是油性肌膚 或者是很容易長痘痘粉刺的肌膚 你也可以盡情安心地使用它 我相信 因為像我個人其實也是很容易長痘痘的 然後很多人都會說 保濕是 這樣算是假性保濕 什麼是叫做假性保濕 就是有一點點是淺層的保濕 就好像 比如說有些人在外面說 老師我買這個面膜才十五塊一片 對 敷起來也好濕好濕 那你拿下來 可能當下還是濕的 不過你會發現 怎麼馬上肌膚裡面 自己感覺就很乾 對 就是它只是一些 所謂的凝膠什麼之類的 就是家境保濕 對 那其實你出國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帶這個淺島飛彈水 因為待會兒 我有跟大家分享 它很小一隻 對 你可以拆一個五隻 放在包包裡 而且很輕 對或者你出國 你帶個三隻 要去幾天就帶個三隻五隻 完全就不會佔空間 而且用完就可以丟掉了 用完就丟 好棒喔 太棒了 我要放在我的化妝包裡面 對 因為講到化妝包很方便 就是有些人可能 它要補妝 是不是哪裡會比較容易乾 對 就頂一點 眼中其實也可以用 就拍一拍 然後再去補這蝦膏 這邊就比較不會 那種一條一條的粉痕 那效果就還滿好的 太棒了 好棒喔 好想要買喔 好 這一款呢 是為大家推薦分享的前導 這個精華液 對 前導的飛蛋水精華液 就是用在前面的 那剛剛像丫頭就有分享 對 還是有很多女人 有敷面膜的習慣 對 所以在敷面膜 其實我覺得丫頭她針對 因為你是在日本買那個面膜 你剛剛說要什麼 可以冰也可以熱 對 的確有這樣子的成分的面膜 就是它的可能厚度的關係 它可以讓你先冰溫 對 冰跟溫都可以做完這個動作 再去敷臉 那因為其實不是所有的面膜 都可以做這個動作 因為有些成分它只要過熱 它只要超過30到35度C以上 它可能成分就會破壞掉 喔 也不能太過度加熱 不是 就好像酵素 酵素不能超過40 你就破壞掉 你吃了也沒用 對 所以呢不是說你所有的面膜 都可以拿來冰或敷 對 但因為阿董講的那個是 你專門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 它是專門來可以做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敷面膜 有時候真的會很麻煩 等於是說你可能要敷面膜的前20分鐘 你就要先去可能加熱 對 然後又去弄冰這樣子 對 所以藍魚人就不適合這種 那老師你已經是有推薦 對 因為所以我要針對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現在也有出一個非常厲害的 而且讓它反應也非常好 對 除了剛剛講的 可以吃WinWin的前導飛彈水 可以瞬間讓你導入之外 其實面膜如果可以幫你做到這種熱導的功能 它反而是看你促進循環 對 所以我今天有帶來就是這一款 這一款叫做BP聚光O-in-one熱導膜 熱導膜 是什麼藝術 對 那這個熱導膜呢 我先打開來給大家看 它這個打開來之後呢 其實它裡面有滿滿的這個負離子 好 然後打開來 負離子 他們有滿滿的負離子 然後它裡面是一個這樣子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面膜非常的特別 你會發現面膜它怎麼會有這麼多點墊 它不是裝飾喔 它是因為它特殊的材質 有看到嗎 它有點墊 有耶 這什麼啊 好多道喔 對 它這個點墊的就是它獨特的一個成分 添加在這個面膜紙上面 對 然後我來 這個面膜其實在網路上非常非常非常好 對 非常好 在網上看好多人分享喔 它前後都有一個珍珠膜 所以藍色那個絲料不要 對 你應該是先把這一個拿掉 白色這一個 先拿掉 別用去之後再把藍色拿下來 喔 OK 就是會非常好服 然後你看它的點點是這樣子 那子晴你的腿借我一下好了 請問這一點一點是什麼東西啊 它就是它一個獨特的設計 它可以幫助你做到循環啊 然後幫你做到這些可能熱導的功能 就是靠這個點點 然後跟它這個面膜的材質 好特別喔 的織法 而且很服貼耶 對 它非常的服貼 然後呢 我現在只是把它鋪上來 哇 其實這個點點就可以已經 跟你的膚色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其實看不太到對不對 對 因為它就是整個融到你的肌膜上面 好貼喔 所以它也是算一款滿擬型的面膜 把它鋪上去 它可以完整的服貼 它會經由你的膚溫 然後會慢慢的升溫喔 而且呢 它本身就具有這個 導入的功能 所以呢 你在敷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拿下來 保養品的吸收程度就非常的好喔 而且呢 它可以號稱是一款 怎麼講 敷上去就是all in one嘛 就像一款懶人面膜一樣 它可以幫助你這些狀況啊 還有保養成分的吸收等等呢 讓你達到最好的這個保養的功能喔 媽 有嗎 有嗎 我現在大腿好有感覺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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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它是溫的 真的 它是一款全球獨創的 而且它是一個獨家鹽巴的 一個負離子遠紅外線的 活性的這個活導的纖維面膜 對 所以它的活導的纖維面膜呢 主要就是靠那個點點 對 然後鋪在你的肌膚上 經由你的鋪溫之後呢 它就開始去傳遞這個遠紅外線 往下的原理 然後負離子開始釋放的原理 然後就開始會有這種 比較有那種溫熱的感覺 就開始了 所以它會有一些循環的動作 就會開始敷這張面膜的時候呢 先開始吸收它的保養成分 第一個 它會透過這樣的狀況 先把主要的保濕成分呢 滲到肌膚裡面去 然後再經過遠紅外線 跟負離子的功能 幫助你能做到肌膚的代謝 所以你會發現你敷完這個面膜 你後面拿下來之後 你還是可以擦保養品 不要再洗臉喔 直接稍微拍一拍 它就吸收了 然後就擦你原本的保養品 你會發現原本的保養品的功能 也變得非常的有感覺 因為你肌膚的 完全都已經活過來了 對 所以難怪我們通常去 那種護膚房做臉的時候 都一定會有一個蒸氣 然後還小姐美容師 會說有沒有就是蒸到你 我說有 然後有時候它會自己散 它會自己去追那個蒸氣 所以那個蒸氣 其實就是有放鬆 打開毛孔的功能 這樣東西可以比較好清出來 但是事後的按摩敷臉的精華 營養也可以比較好吸收 對 然後因為它這個面膜上面 它就是把這個 遠紅外線的礦石粉 支在這個布膜上面 還有礦石粉 你看它這個上面 它是透過這個礦石粉 釋放遠紅外線的 對啊 對 所以它就把這個 遠紅外線的礦石粉 支在這個一顆一顆裡面 真的耶 所以它就會不同的點這樣放進來 它摸起來有點沙沙 對 老師它後面有寫說什麼 可以放在枕頭套肺單 隨身攜帶 是可以使用的 因為這一張面膜紙 裡面有遠紅外線 跟負離子的部分 對 所以我們敷完臉之後 我們把這張面膜紙 可以拿去清水 稍微把它搓一搓 把紙成分洗掉就好了 因為現在遠紅外線這些成分 還會放在這個布膜上面 所以這一張 所以這一張布膜你洗一洗之後 你是把這個布膜拿去曬乾 對 拿回來之後這張布膜上面 還是有遠紅外線 對 所以這遠紅外線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枕頭套裡面 都可以啊 或是你看你要包在哪裡 你可以用幾次啊 它就是一直會吃釋放 因為它是礦石盆 它就針在裡面的 因為我之前網路上有介紹過 就是其實 因為我個人是有幾度 失眠的狀態的人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很奢侈的 弄了好幾十片以後呢 我真的就是放在我的枕頭 真的很好吃 所以可以收集 可以收集 因為它是永續的 因為礦石盆不會不見 對 它是永續使用 如果說你像生田這麼聰明的話 把它收集多一點 變模式 對 不然就是把面模紙 對 把它捲起來 中間變空心的 就像一張紙這樣子 你把它曬乾之後 你就這樣把它捲成一個滾筒狀 有沒有 中間是不是空的 這個滾筒狀 你就直接塞到你的鞋子裡面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附離子 對 附離子本來就針對鞋子的 那種不好的味道 會有幫助的 對 它好方便喔 所以可以放在枕頭下 然後可以放在鞋子裡面去 去抑胃 然後如果我們女孩生理期來 比較容易腰痠 或者是故障的話 對 直接把它貼在你的肌肉 還可以放冰箱 放冰箱幹嘛 因為出手 每件事情一樣是出手 天啊 這個面膜實在太讚 不僅是先呼呼以後 還可以有這麼多的功能 對 就是很好一點 它的使用效果是可以直接用下去 可是記得就是敷完臉大概敷多久 15 15到20分鐘 敷完之後把它沖洗乾淨 然後曬乾可以回收再利用 回收再利用 然後最好收集很多 就是10張面膜 然後一起看你要怎麼使用 對 效果就會很好 那因為主要裡面他們有 這個遠黃彎線的礦石粉之外 對 它的防防功能其實它裡面有 海洋的膠原蛋白生態 然後比如說有光尿酸 還有光尿的萃取 光尿裡面有這個光尿多醣體 對 針對一些肌膚修復的功能 是有幫助 其實它的成分很多 像裡面還有蠟橘 就是針對一些老化的問題 對 它的成分非常多 它包括這個 4Q10裡面也有 5枚Q10 所以它把比較完整的肌膚 需要的成分放在這裡面 包括什麼蠶絲蛋白啊 海藻啊 B5啊 維他命B3 蘆薈啊 玫瑰啊 全部都放了 所以它是一款可以讓你回復年輕 肌膚的代謝能力又提升 通通給我 呼起來 真的 真的 對 呼起來就會很有 呼起來就很有感覺 所以你說年長的 呼起來就特有感 你就一撕下來就變燒 訪問一下 年長的人 呼起來感受是不是 對啊 不使用 我今天立刻回去這樣 對 那因為我們今天呢 講了這麼多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面膜真的是滿特別的 而且就很創新 可是剛剛你說什麼 好像外線負粒子 我覺得那個是不是肉眼 我們都看不見 有什麼方法可以測驗出來 對 大家就很關心說它的功能到底是不是可以透過檢測來檢測出來 所以我今天也有帶來這一台 這是什麼東東 這一台叫做 負離子檢測 好可愛喔 鏡頭也太大了 對 相機 專業版iPhone有沒有 這個是負離子檢測 然後我們來 這邊是START 就是開始檢測 然後我現在來檢測空氣中就好了 是 它就開始跑 它就類似隨便你想要檢測哪一個物件 你就對它 檢測下去就好了 對它投射的概念是不是 對 72 72 因為其實負離子要透過 要素質最少要到達1000 對1000是 1000是它的標準的門 對 才能進入到你想要做的一些功能 然後我們現在空氣中是72 對 然後這個是面膜 剛剛這一款 OIN ONE的這一個 熱導膜 其實這樣子不用打開 它這樣子就可以測得到 有 你看我現在把它貼著 這完全沒有開封全新的 沒有一個地方的 對 沒有拖撞東西進去 有全新的 好 那這樣放著 我再來看一下一次 就讓它跑 一千 一千 對 一千就已經有功效了 所以有像負離子的頭髮的 那些數字 這個都要超過一千 才有它的功能 所以什麼負離子吹風機那種 都一定要超過一千 然後現在放這個 就一千七百一十 對 好想來這個機器 好想來 你應該是兩百 你應該是一千 以後拿那個機器到處都 嗶嗶嗶嗶 它只是檢測 好 像森田剛剛他一直在敷這個手 也可以測一下嗎 對啊 那這樣一打開過後 測的數字 應該也是差不多的 負離子不會消失嗎 會打開還是應該測得到吧 一二三零 一二三零 對 因為它這邊有點濕濕的 它應該是要透過肌膚 它的負離子在釋放的過程 釋放進去 對 它也是超過一千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台 另外一台就是我們剛一直 在提到這個遠紅外線 然後因為它裡面這個 遠紅外線礦石粉 對 然後我們來測一下 這邊開機就可以了 這邊開機就可以了 也是要過千嗎 對 它是看它的地方公分 有多少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空氣中有沒有看到 80 80 110 好 然後我現在來 我把它關機 用飄回到80了 對 然後也可以 我這個有點靠近 那我現在把它關掉 好 我把它放在這上面 重新來測一次 對 我讓它跑 然後遠紅外線會比較慢 因為遠紅外線會比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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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紅外線會比較慢 120 它開始跑了 會一直往上伸 哇 有沒有聽到它一直 它就在抓這個數字 就讓它跑 對 它要一點點時間 它比負離子還要再難偵測 因為它要一直去抓它 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 先放在這個地方 好 不過我想請問一下老師 我們大概都有一個 概念跟印象 就覺得說 遠紅外線好像還有負離子 對我們女生的身體 還有皮膚都有健康的 這個保養之道 到底是根據為什麼 因為遠紅外線本身 它可以幫助你 達到所謂的滲透 它有沒有聽過活絡的功能 對 有一些比如說貼什麼 它就說它有遠紅外線的那一刻 對 按摩貼布 它就是活絡 那你用在肌膚上面 當然就是它幫你怎麼樣 暢通你的毛孔 對 毛孔打開之後 比如說你可能毛孔 比較容易塞住的 對 或是說你可能肌膚代謝 比較不好的 你自體更新的能力下降 遠紅外線它就幫助你去活化它 所以我把我原本的毛孔 遞 可能塞住的地方打開 對 那有些毛孔可能是被撐開的 它反而會幫助它稍微回來一點點 對 還有縮緊緊去毛孔的 因為它我恢復我的彈性 對 所以我可能比較老化的毛孔 有這種狀況 當然不是說一定是這樣 每個人肌膚狀況不一樣 所以改善的功能就不太一樣 然後最常明顯就是可能皮膚蠟滑 粗糙暗沉 有這些狀況 對於紅外線 遠紅外線來狀況 就是有這種幫助 對 那副離子呢 那副離子它其實它是一個 綠能的環保的保護的保養護膚的概念 那綠能環保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暢通你的肌膚的毛孔 所以難怪人家說很流行 那種副離子吹風 對 你的頭髮會吹完還要水水的 對 然後增加肌膚的防禦能力 所以我們用副離子的面膜 也可以讓肌膚是水水的 然後又更有抵抗力 對 比較有防禦的功能 然後還有一點它是幫你做到肌膚的 過度的調理 什麼叫過度 比如說我肌膚特別的油 我肌膚特別的乾 我幫你調理到你的肌膚原本這些 過油或過乾 或者是過度暗沉的一些狀況 幫你調回來一點點 對 我這麼油 可能就不要變那麼油 稍微流水平衡一點 我那麼乾 我肌膚稍微保濕一點 慢慢把你調理回來 油水平衡 對 好棒喔 好喔 那現在 我們這個是 遠紅外線的偵測儀 它還在滴滴答答的 繼續的檢測當中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 剛剛像千中姐有問到 這個紅外線不離子 當然就是要測試一下 這個所謂的活絡的感覺 對 所以另外這邊還有 另外有一台這個機器 就是你的血管 這個活絡的一個檢測 所以我們透過這台檢測儀 現在把斯亞的手放上來 然後我們檢測她的手指頭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檢測出來 它有一顆一顆紅紅的 有看到嗎 有 就是它的血管 它其實這個血管 是有在動的 只是動得非常的慢 非常的慢 年輕人你是怎麼了 尤其是我們手褲 手褲這地方算末燒群 對 也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這樣 先看這個 敷過面膜前 那待會我會幫斯亞的手指頭 也鋪上這個熱当面 然後敷完之後 我們再回來看 她的這個血管流通的狀況 對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她是有針對這樣子的一些功能性 那我們再幫斯亞的手上 我們鋪上這個熱導膜 所以這個熱導膜有負離子 還有遠紅外線的功能 可以促進你的血液循環 這邊我幫他手指這邊全部都鋪上來 大概鋪五分鐘 差不多五分鐘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過五分鐘 它就是鋪上去之後 它就會慢慢啟動 所以慢慢你的感覺 就會有一點熱的感覺 就慢慢的升溫一點點 因為面膜本身是不會發熱的 它是經由你的鋪溫之後鋪上去 透過遠紅外線跟負離子 然後慢慢讓它有這種 開始啟動的感覺 好 現在看螢幕上面 發現剛剛一點一點紅紅的 現在變得有一點 往後拉的直線了有沒有 你看 它有蝌蚪對不對 感覺好像小蝌蚪 然後開始它就形影 就開始有在這樣子 往前走的感覺有沒有 就開始跑耶 對 就開始跑 當然你敷在臉上的時候 你就會有感覺 就感覺好像 會有慢慢升溫的感覺 對 所以它這個熱導膜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你放上去之後呢 透過遠紅外線跟負離子的原理 對 幫助你呢 去啟動這些 可能原本停滯的感覺 真的好笑喔 對 那你在臉上當然 就是有那種活絡的感覺 對 對 那你看我們現在 測試手指頭這種末梢 就很有明顯 所以一開始跟現在 你看 它越來越長了 有沒有發現 有 對 像流星這樣有的 一直移動 對 所以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這一個 它裡面就要開始 會有那種往前跑的感覺 對 表示說你整個 在循環的感覺 就是有幫助它 對不對 所以那實際上你現在 我現在幫你把整個面膜 拿下來 其實實際上你會覺得 這一塊的地方 就會變得比較輕鬆 應該這麼講 就會比較輕鬆的感覺 對 各的況 你是弄在臉上 對 所以有些人可能說 我可能擦保養品 好像就是什麼 保養品好像會有一個停滯期 或幹嘛 其實很多都是關乎你自己的一些 代謝等等的一些狀況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就可以來使用 這個All-in-One的熱道性 好厲害喔 我覺得就是比較鬆 會比較鬆對不對 比較鬆喔 那以後敷完 還要再敷一片這邊 對 那我覺得我摩診室 哪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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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透過這個儀器 讓它更清楚去看到 這個整個面膜的一些功能性 對 讓大家知道說 因為它的功效是 比以往的傳統型的面膜 還要更好 然後它是一個All-in-One的 好厲害 好厲害 這個面膜原來這麼厲害 還可以打通 疏通你的毛細孔 現在敷在腿上怎麼感覺 還很溫熱嗎 其實它的溫熱是很舒適的 對 很漂亮 所以我現在可以濕掉 可以 你敷了20分鐘了 好 那我從下往上吃囉 很漂亮 有啊 有一個印子啊 有 有 單單的印子 而且其實很舒服耶 你膝蓋那邊偏比較暗沈 然後上面就比較亮 對 你看它兩個腿有沒有 它很多顏色 真的耶 它這邊整個就是很均勻的顏色 對 膚色整個都提亮了 真的兩個腿的膚色有差耶 對 而且它其實導熱的功能 就是幫助你循環嘛 然後再把所有那個面膜裡面的 精華液成分 偷偷的完全的吸收進去 我們今天介紹這麼多 睡前必要擦的美容盛品 其實都可以互相的混合 對 淺導飛淡水 可以配合這個C粉 兩個可以混合 對 淺導飛淡水 或者是我知道了 先擦淺導飛淡水 先擦 然後敷面膜 敷完面膜之後呢 不要沖洗喔 因為上面的那個精華液都很珍貴 所以不要浪費 不要沖洗 面膜也要留下來喔 然後呢 可以再擦淺導精華液 對 然後再鋪C粉 所以今天有這三個法寶就夠啦 對 就每天晚上睡覺就靠它們啦 姐妹們 不要忘記 當你在睡覺的時候呢 讓厲害的保養品 繼續幫助你變美麗 不管是擦的粉 或者是淺導的精華液 或者是敷面膜 都可以讓你越夜越美麗 每天呢 我們至少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睡覺 要分秒必勝 好好利用睡覺的時間呢 做好保養 可是今天一覺醒來 哇 男的帥 女的美還會變年輕 對 所以呢 一定要就是 勉勵大家 趕快拿起你的手機 分享加留言 是喔 然後就有超值好禮可以送大家 尤其是我們小姐想得美 在節目介紹過 這麼多厲害的美妝品 你都有機會拿到 只要把手機拿起來 幫我們公開的分享跟按讚 很多超值好禮 我們通通要送給你 所以女孩們今天睡覺的時候呢 記得要好好保養喔 好的 謝謝你的收看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也非常感謝今天我們的特別來賓 謝謝丫頭 糖果 還有Sam老師 小姐姐小姐妹我們下週再見 Bye Bye